在斗罗大陆中有很多神奇的弃武魂 有的威力很大 一个技能丢出去就能毁天灭地 有些就比较惨 只能拿来耕田种地 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下斗罗大陆的十大弃武魂 看看哪个弃武魂的威力最大 第十名破魂枪 破魂枪是斗罗大陆中杨无敌的武魂 破之一族是浩天宗的下属宗门 但是攻击力却是四大家族中最强的 当初杨无敌只是个八十几级的魂斗罗 靠着破魂枪的强大属性 就能跟九十级的封号斗罗一战 封号斗罗跟魂盾罗的差距有多大 小伙伴们都知道吧 由此也能看出破魂枪有多强了 第七名七杀剑 七杀剑是斗罗大陆中剑斗罗成心的武魂 七杀剑的攻击力很强 特别是释放领域后 能削弱对手90%的攻击力 70%的防御力和70%的速度 但是因为这招是无差别对待 队友也会跟着被削弱 所以一般不会使用 如果能将武魂融合在一起的话 甚至能拥有媲美神的攻击力 第八名斩龙刀 斩龙刀是斗罗大陆之龙王传说中 司马金驰的武魂 司马金驰的本体是龙神的龙角走化的斩龙刀 不管你是龙武魂还是龙魂兽 只要等级没达到龙王级别 碰到这把斩龙刀都得凉凉 而且这个武魂还有一个好处 不需要魂领就能凝聚魂环 第七名 星神剑 星神剑是斗罗大陆之龙王传说中 夜星蓝的武魂 同时也是剑类武魂中最特殊的武魂 可以通过吸收星神之力来增加剑的属性 剑神上闪烁着璀璨的光芒 但那这个脉象 估计就能让很多颜值党路转粉了 第六名 九宝琉璃塔 九宝琉璃塔是斗罗大陆中凝蓉蓉的武魂 一开始只是七宝琉璃塔 后来在唐三的帮助下进化成了九宝琉璃塔 作为斗罗大陆最强的辅助器武魂 凝蓉蓉升级到封号斗罗后 可以增幅队友百分之百的属性 同时还能免疫对手第九魂界以下的攻击 在和奥斯卡武魂融合后 甚至还能复活一个神灵 由于时间的关系 剩下的五国器武魂将在下个视频中出现 稍微剧透一下 浩天锤并不是第一名 小伙伴们觉得哪个武器武魂能排第一呢